还记得去年火火热热 连咱们的小天才流氓都热情推荐的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吗 在封面有一个简介我一直忽视 取材自英国童话柳林中的风声 没错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讲这本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被大家推到爆炸的 柳林风声 嗨我是Neko乌喵 如果你还没按下订阅的话 快点按下订阅哦 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说书时间 我是Neko乌喵 柳林风声是英国小说家 肯尼斯·格拉姆的代表作 也是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 出版于1908年 当年出版之后没多久就引起 老罗斯福总统的注意 他亲自写了信给作者说 我读了三遍 说真的这本书的目标客群是6岁小孩 读个10遍应该都轻轻松松啦 比较有趣的是哈利波特里 赫夫帕夫的学院用的标志 灵感来源就是这本书中的老欢 可见这本书对于罗林或者 英国人的影响真的很大 OK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先看了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 再看柳林风声 感受应该也会跟我差不多 这两本书合在一起 是什么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的 实体化过程吗 现在市面上都把这两本书挂钩在一起 也确实因为柳林风声在人物介绍的时候 有稍微提到一下 在树林里住着一只白鹿医师 是谁住在山海的大风里里 才让哈马先生有机会大做文章 不过三彩这个版本不是翻译 而是改写 这个彩蛋也有可能是 后续再加进去的就是了 但我在这边郑重声明 这两本书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 甚至把柳林风声当作前传也很怪 这两本书的画风真的太不一样了 一本是童书 一本是童书体 虽然都是拿动物做比喻 但柳林风声真的是给小朋友看的故事 自然会有很多剧情不讲逻辑 会说话的动物好像也不用讲什么逻辑 但这本书为什么会深受这么多大人喜欢呢 我猜应该是书中三不五时会出现一些金句 像是给自己一次冒险的机会 专心听从远方的召唤 趁着时间尚未悄悄溜走 你只需要关上自家的大门 迈出崭新的步伐 然后走出一成不变的寻常日子 跨进了全新的生活 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句了 我觉得陈志恒老师给四个角色 人物心理分析非常到位 接下来我会分享这个故事大纲 顺便介绍一下这四个角色 据说每个人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这四个动物的影子呢 By the way 陈志恒老师就是 受伤的孩子和坏掉的大人的作者 早年我在这个频道有推荐过这本书 这么多年还是很推荐 故事开始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早晨 岩鼠花了大把的力气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即使岩鼠一直生活在不见天日的地底 他却突然感受到一股绝望感 我到底在做什么 就算再怎么努力清扫 这里永远都不会变得更好啊 啊毕竟岩鼠就活在地底嘛 于是岩鼠走出地底 一路奔跑一边感受阳光的美好 一边跑到了河边 遇见了正在划船的河鼠 好客的河鼠看到岩鼠两个人一拍即合 岩鼠第一次上船 看见河鼠划船觉得 简单 就抢过船桨来想体验一下 河鼠还来不及阻止 岩鼠就被船桨甩下船去 我也没划过船啊 这到底真的假的啊 随后沿着河道介绍了森林里的动物们 其中就提到了解傲不拘 坐拥祖产的蛤蟆先生 喊深居森林 鲜少出门却能治天下事的老欢 河鼠邀请岩鼠住他家 第一次住在河边的岩鼠 喃喃自语说 有什么人在说话吗 我好像什么都没听到 除了芦苇 灯芯草 和来自柳林中的风声 也是这次出的点题 同时暗示了 林子里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故事发生 然后这对叔叔CP 就受到了蛤蟆先生的邀请 没想到这个富二代买了一辆马车 邀请朋友们一同出门旅行 原则上这就是一台露营旅行车 单马驱动 可惜走到半路 就被一辆违规驾驶的跑车弄翻 叔叔CP觉得旅行果然太危险 劝借蛤蟆别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可惜蛤蟆没听进去 满心想要再弄一台超级跑车 说实时那时快 富二代蛤蟆还真的准备交车 但叔叔CP也没闲着 立刻找了老欢告状 不过回程路上 岩鼠突然想家了 没发现岩鼠焦虑发作的河鼠 向直奔回家让岩鼠在原地大叫 我求求你不要再往前走了 我发现我家就在这里 我不能丢下他不顾 但河鼠没发现还一直往前走 岩鼠一时忍不住 眼泪溃蹄嚎啪大哭起来 这时候河鼠才发现岩鼠不对劲 耐心听岩鼠的思乡之情 并且让岩鼠领入 让岩鼠带河鼠回家 找到家之后 毕竟已经过了这么久 叔叔CP打扫了家里 过了一个温馨的圣诞节 他们就在岩鼠家 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春天一到 老欢找到了叔叔CP 一起去看哈马先生 接着就是这本书最精华的过程了 简单说他们看到哈马先生 已经挑好车 一脸危险驾驶的准备出门 朋友们不由分说的 就把他架进屋子里绑在椅子上 哈马先生用了三寸不烂之舌 逃了出去 经历了一点串偷车 偷马 逃狱 等等糟糕的事情 等到哈马先生再度回到家里 发现自己的房子 已经被黄鼠狼占领了 这段过程中 河鼠遇见了一只驴鼠 耳根子软的想要南迁旅行 但岩鼠见到好友失魂落魄的样子 立刻给了河鼠纸笔 让他把想法写在纸上 先冷静冷静 另一边 哈马就没这么好运了 爸爸留下来的祖产被夺 自己身上没有半毛钱 唯一吹嘘的功力 也帮不了他渡过这个难关 于是 叔叔cp找上老欢 而老欢也如同一个长者一样 开始出谋划略 总算成功夺回哈马的祖产 就在大家开心之余 哈马又不改他那想碰轰的恶袭 老欢给哈马一记当头棒喝 哈马才痛改前非 总之哈马先生有补偿受害者了 老欢也赞赏他这个事后道歉的行为 并且称赞他很有做生意的潜力 老实说我没有像其他书评那样子 那么喜欢这本书 一来可能真的是过度同趣 二来也可能是我如果有一个像 哈马这样的朋友我不会选择救他 要不是哈马是富二代 谁愿意忍他 你看救他之后 在下一集郁郁寡欢 证明自己只是配合 没有真的想要改变 跑去找心理师大吐苦水 说朋友都不懂他 妙哉 不过一开始也是朋友们 要求他去看心理医师的啦 然后警察是吃素的吗 跨过城市之后犯法就不用提告 之前抓不到 现在哈马在家里厌客了 警察勒 陶遇不是公诉罪吗 我知道这本书是利益良善 当你身边有个需要你帮忙的朋友 而他不知道 请记得伸出援手 但我的生命经验一直都是 随便用自己的立场去解读对方的需求 最后只会被人嫌弃多管闲事 然后连朋友都不是朋友了 我对岩鼠比较有共鸣 窝在家里久了自然就会想出去走走 很想交一个像和鼠这样子热爱浪迹天涯 体验生命种种不同的朋友 但是玩归玩 家才是自己的根 看看走走还是会想要待在家里呀 但要说因为这样 所以从书中学到什么 好像又没有太多值得拿出来说嘴的 顶多就是对自己有点信心 不凡的冒险都是发生在门外 仅此而已 总之这本书还是可以看的 反正童书基本上不会花太久时间 但是对他的期待别像蛤蟆先生一样会落空的 我觉得这本书正确的服用方式 应该是当成床边故事 由爸爸妈妈念给小朋友听 一边念可以一边讨论这四个人的相处方式 过了一百年后 这本书到底经不经得起大家考验的这个问题呢 就留给大家自己解答啦 最后当然要说 喜欢我的影片请用订阅代替掌声 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 我们下一支说书时间再见咯 大家拜拜 其实这本书可以训练的是同理心啦 说是找回生命之初最初的 纯真和悸动跟希望 一本关于友情的童话 真的是没有夸张呢